最近大家談論最多的是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一件大事 值得大家熱烈的慶祝它 因為沒有中國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對我來講呢 我是親身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 這40多年的發展 體會是相當深刻的 可以看到今天呢 新中國在全世界的地位 可謂叫做平視世界 這是從來沒有的 這40幾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 取得了幾次珠目的成績 就是沿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有這樣一個強大的黨 團結了全國人民 所以我們在短短的40年 我們的發展已經可以在說 世界上是值得我們自豪的 無論是國民經濟 或者是人民的生活 教育事業 科技事業 都有長足的發展 所以你說沒有共產黨 就不可能於今天 中華民族的發展跟復興 就是要依靠在共產黨領導下 我們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 我們相信我們的明天會更好 我們生活在香港可以體會到 如果沒有共產黨 這樣高瞻眼熟的提出一過兩次 就沒有香港的今天 回歸以來呢 無論是說有什麼挫折 或者是有哪些風波 始終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 我們依然保持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這幾年在外部勢力的干擾下 香港發生一些風波 但是很快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 勃亂反正 正本千年 通過了國安法的實施 跟選舉辦法的修訂 現在香港又穩定下來了 可以相信 從今以後 香港將會走進一個 良政善治的這個新時代 所以我們香港的市民 應該對共產黨 充滿著一種感激的心情 也可以相信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未來香港 必定仍然繼續保持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 一定能夠形影自演